这车上有一把剑 有一把剑 在那个车厢里面 哈喽大家好 我是大卫 欢迎来到大卫的频道 大卫现在在嘉义市的文化中心附近 那大家都知道嘉义这边 自古以来就有一个阿里山 那阿里山一定想到阿里山 就是阿里山的木材小火车 在位的后面这边 就是阿里山小火车的一个车库 这从日系时代就已经慢慢有了 那我的对面那边是嘉义制裁所 制裁所那边 以前就是整个阿里山林业的一个 便利控制跟机材的一个场所 那大卫的后面就是嘉义市的博物馆 那我今天带大家进去 阿里山火车的车库 去走走看看吧 进来在右边就看到两台股市的火车 那这一台是蒸汽火车 编号是第十三号 1910年制造的 美国的莱马公司 那以前这种蒸汽火车 它就是烧木炭 然后加水 靠水蒸汽来带动的 你看它的 持轮以前的工业都造的很亲密 那这一台是 才有火车才有机车 1976年西德制造的 这种机车也是现在阿里山火车 还有持续在服役的 走进来这里面很幽静 今天天气很好 这个铁轨 就是阿里山火车的铁轨 那网友是到 加义市的火车站 那边有好几列的火车停在那边 那往左 就是到北门驿 北门驿就是 往阿里山火车的一个 起点的车站 新山灵应该是日本的哦 是第一个柴油车头 第二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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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就是才有这一天 早期都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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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烧煤炭 讲重点就好了 这两台红色车箱 哦我知道总统的 贵宾车箱 这不是总统 那时候是日记时代 1923年 哦哦哦哦 豫人黄太子 哦哦日本时代 豫人传给名人对不对 最近又传给德人对不对 有看出什么门道吗 没有 那好的 对这个是宽谷周车 然后你要上去的时候呢 外围不是有栏杆吗 嗯 嗯 你注意看 它那个栏杆的掉化 有沒有一樣 不一樣 這個貝冰車廂呢 它的接近是用油壓的 油壓 那日本時代就做油壓的 對 你看有沒有很先進 來我們講回來 我們這三把物有哪三個 第一個就是一把劍 第二個就是裡面徑 第三個就是一塊玉 這車上有 有一把劍 好有一把劍 在那個車廂裡面 外面外面就可以看到了 那個要注意看 因為沒有給你們提示 你們不會去 剛剛聽解說員說這一列 BLR2的這一列車廂很有來頭 那後面紅色的 那兩截車廂是檜木的 而且是當年日本時代的 日本天皇他預作的車廂 我們去看一下 這是檜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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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對對 然後他說有紗窗對不對 會冰車廂的 然後有油壓的腳踏板 日本時代就有油壓式的 日本時代就有油壓式的 其實有一把劍 他應該是一個劍的形狀 他應該是一個劍的形狀 他有在找 它車頂長樹了 所以它是檜木的沒錯 天然的才會這樣長 大家都在找那一把劍 會不會是要走過去那邊 這邊停的應該是現在服役中的小火車 然後發現其中有一台是木箱的 火車 整個車廂車廂都是用檜木製作的 現在不能上去 好 阿里山鐵道自從之前有一次的天然災害之後 它整個風塌了就沒有辦法直接從加以火車站直達阿里山遊樂區 那 印象中好像只可以到奮起湖那附近 這裡就是火車機車的一個車庫 在過去就不能進去了 我們在這邊看一下 有一些機車頭就停在鐵軌上面 這些堆放了一些燃燃料油類的 那一座橋不知道是不是有什麼作用 應該是維修會用的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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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每一個機車頭的編號 都是獨一無二的 這邊就是阿里山森林鐵路 以前的一個修理工廠 那現在應該也都還在運作 那也都有員工在這邊上班 那他沒有開放 應該不能進去 這座機車的車庫 坐落在嘉義寺很熱鬧的市區裡面 那記得大衛之前有一個嘉義樹木園 跟嘉義樹木園有異曲同工的一個感覺 然後裡面有很多的樹木很幽靜 走出圍牆外面就是車馬喧囂的一個嘉義鬧區了 這裡面不是很大 但是很幽靜 然後很適合來這邊遊玩 走尋號 走尋號 現在都不能進去 大家看到那一截車廂其實是廁所 這種是切換軌道的裝置 這樣子連 然後一切換它就能夠變換 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一邊 喜歡DavidG 訂閱大衛機 記得訂閱按讚分享 打開小鈴鐺喔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早上一班去 早上去下午回 大概兩點的時候 從鳳梁來那邊下山 那經過這邊大概會是幾點 大概 去到鳳梁大概兩個半小時 一天就來回各一班 平常是一班 所以下山經過這兩班 差不多五點 大概四點半